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中国大陆竟然还有一个强国梦 什么样的强国梦呢 要变成一个汽车强国吗 习近平他的北斗七星要造汽车强国 歼灭了德国的太阳能 下一个就是汽车产业吗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信传媒讲说 中国正在消灭德国的产业 太阳能被歼灭之后 接下来恐怕要轮到汽车业了 因为过去梅克尔在任的时候 其实德中的伙伴关系是蛮要好的 但是随着他的卸任 现在德中关系越来越紧张 特别现在萧姿又好像随之 随着美国一起唱和 所以这个德中关系 然后加上制裁 德国不是以前那个强盛的德国了吗 还有十多年前 其实中国的企业把德国 先进的太阳能产业已经全部揭灭 这样的模式恐怕会未来 复制到越来越多的产业 那德国现在工业已经在空心化了 特别是中国在新兴的领域 已经不太需要德国的技术 或者是资金了 因为他已经可能有些转移 有些已经都已经跟上来 甚至超越了 所以不再需要就是看着德国的脸色了 那为着美国 他现在坚定同盟 所以德国现在必须要切断两个依赖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中国 中国合资企业跟俄罗斯的能源 现在等于是已经掐住德国的命脉了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像德国他拒绝为福斯汽车 备受争议的新疆装配厂 续签新的投资担保 这也使得这个中德关系有一点紧张 那中国跟德国的车业此消彼长 7月3号亚洲周刊的一个报导说 现在中国汽车出口业已经飙升 超越德国 已经变成了全球第二 仅次于日本 所以他这五月份的出口汽车 是23万辆 年增高达了30% 前五个月总共出口了108万辆 其实这数字蛮惊人的 因为今年毕竟是疫情 所以其实各国的汽车产业 都是在萎缩的状况 但是中国大陆却是逆势增长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五月份的时候 德国的汽车产业 就已经遭遇到新的打击 他的新车注册量是下滑了10% 甚至德国荷兰的港口 因着罢工 所以他们的汽车跟零组件 出口都受到耽误 也难怪这一举 就中国大陆在弯道超车 已经超越了德国的出口量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的比亚迪 也是来势汹汹 最近我们可能有看到 很多相关的比亚迪 对于特斯拉的叫板 因为现在比亚迪 连接华为两大巨头 等于说组成一块 要一起来对抗特斯拉 所以特斯拉当然是倍感威胁 甚至他现在在汽车产值上面 比亚迪已经登到了全球第三 超越了这个德国的福斯汽车 所以当初在2014年的时候 其实习近平就有提到说 我们中国要从这个汽车大国 迈向汽车强国 不再只是市场的这个强而已 而是我们连技术上面都要强 那他特别是选在福建这边 作为这个宁德时代 他们要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的 汽车电池王国 因为过去习近平跟福建的关联性 就是他曾经担任过地委书记 所以跟福建的感情上 或是渊源上是特别的深 所以他耗资了13亿美元 当时他有希望打造这边福建 不再只是卖茶叶而已 13亿美元来做一个电动车 汽车电池的工厂 那产量也可以媲美 甚至是超越美国特斯拉 宁德的创办人 他甚至一度还挤下马鱼 成为了这个中国大陆的首富 那他们还推动这个电池公共化 以及这个习近平 他打算是要来跟美国来争霸 因为其实我们都有讲到说 俄乌战争这一场 其实打下来对于特斯拉来说 他很多关键性的一些金属 通通都是在俄罗斯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个电池 或是他未来一大问题 可是中国大陆早就是不是已经有所布局了 就已经把这个电池的这个技术 或者是生产 通通都握在自己的手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电池公司 他现在获得突破 但是却难逃中国的阴影 怎么说呢 因为他这个solid power 他里面的这个股东 其实也是中国万象集团 他们也是这个大股东之一 所以哪怕你美国再强 我中国也是在里面 差有这个股份 所以有专家就讲说 中国已经在电动汽车 以及电池产业里面 现在已经领先了 拜登要追赶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紧接着看一下 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最新的 能源车的市场 甚至还有可能会颠覆 全球制造业的一个结构 前五个月光是 这个新能源车的产量 就有两百万辆 这个年增率超过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所以现在大家很多的 这些品牌都很担心说 这个电动车的发展 奥迪 宾士 BMW 什么这些厂牌 他们都觉得说恐怕 没有办法赶得上中国 等于是请国家之力来 做这一块电动车的市场 甚至是技术的投入 所以他们都感受到威胁 那德国他们现在 从2035年开始 他们本来还不愿意淘汰燃油车 但是现在看起来 因为这个电动车 全球都在转型当中 特别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品牌 都已经开始宣布说 我不要再做燃油车了 所以德国才不甘不愿的在讲说 我们现在也要开始 从2035年禁售燃油车了 可是当初他们全面是讲说 全面淘汰燃油车是个错误 其实我们看起来 包含了像是吉利汽车 它在马来西亚 也打造了一个 北斗七星的战略 就是说七个层面 一起来打造这个市战略 现在目前收购了 马来西亚的宝腾汽车 49.9%将近一半的股权 另外上汽海外的市场 也销售了69.7万车 其中三分之一的销量 是在海外生产 三分之二完全是由中国出口 甚至他还在那边 跟印度有所合作 说要保障印度的女性 他们这边第一线的分装员工 全是女性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不论中国 他们中国大陆在自己国内 或者是在海外的市场 他们对于汽车产业的 这个投入程度 现在已经是超越世界各国 要成为他们一个 汽车强国梦的第一步了吗 两个 不不赖老师 汽车这个问题 看起来好像就是 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可是它牵涉到范围真的很广 车体 然后发动机 那过去这个油箱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可是现在是这个电池 还有就是它的智能 这样的一个发展 然后当然当你在智能发展的过程中 它就涉及到这个无人驾驶 涉及到大数据的问题 涉及到互联网的问题 涉及到5G的问题 也涉及到这个卫星定位的问题 好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各位已经有一个想象了 所以它已经不再是过去 传统的燃油燃气的那种汽车 它已经是一个整合体了 那中国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汽车它的特质是这样子 而且它也牵涉到它的零组件的供应商 是这么的庞大 那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 在没有赶上工业革命 这个是历史遗留的产物 那我们要承受 过去在清政府时代 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动机这个部分 我们怎么追都追不上 即使我们有很多的留学生 到德国 到法国 到美国 到英国去学习 可是回来你就是做不出 那一颗这么好的心脏 做不出来怎么办 结果这种电动车 也就是电池电力的这种电动车 它的马力 扭力 瞬间的速度都没有问题 跟燃油燃气车 其实是甚至还更强大 都不一定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它关键的那就是电池的一个发展 中国 我觉得中国的决策者 坦白说 它的团队在全世界 它是极为优秀的 所以它看到的是整个未来 十年 二十年的 所以你看北斗一定要走 然后5G一定要走 大数据一定要走 智能一定要走 AI就是人工智能一定要走 这些都需要人才 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撑 然后来铺陈 那你想这个最典型的 弯道超车的成功的案例 也就是我的燃油燃气发动机 我再怎么做赢不了德国 赢不了法国这些国家 那我怎么办 我赢不了 对 我走电动车 电动车的技术门槛并不那么高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看中国成功了 而且很多公司 现在连华为它都可以作为 它的智能组合的这个部分 很多的这些 原来去走手机的 也就是走数位 走定位的这些智能的 它也都可以投入这个产业 它丰富了强大的这个产业 连特斯拉都要考虑了 都要跟你 然后没有你这个好的电瓶 大家也都做不出来 那中国大陆很早就知道 要掌握这个电瓶 而且这个电瓶的研发 并不是目前就是这样子 而且不断的在研发 新的材料 要让它充电的速度更快 然后你想想看 当它一旦要有电瓶车 出来的时候 那充电桩呢 充电桩你要国家政策支持 才有办法做 而且你要用法律规范 才有办法做 你新建的所有的大楼 它的停车场全部都要有 你新建的 或者是政府的工部门 司部门的 所有的新建的 你全部都要有充电场 这个都是要国家政策 用法律强制你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坦白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 像中国大陆 有这么的庞大 完善长期的一个推动 这个推动不得了 这真的是典型弯道超车成功的案例 来问一下亮哥 这个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中国的起点比较晚的 一个是大家平均起点差不多的 像新人员汽车 就是大家起点差不多 中国就明显从去年就是第一了 他去年新人员汽车产量是350万辆 这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今年上前五个月也是一样 还在成长 这个赖老师讲的没有错 这个要政府全力支持法令 因为中国大部分这一类的产业 都跟政府有关 所以他才有办法这样下一盘棋 像美国 日本 石化车一定全力抵制 所以你就会有一大堆利益问题 你要处理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中国这个体制造成 那他这个科技又是新的 大家起点都差不多 那另外两个就是中国起点比较晚的 那去年都有很 我觉得让其他国家非常惊讶的表现 第一个就是传统汽车 传统汽车它已经追上德国 然后现在就能全球第二 那今年前五个月是108辆出口 我讲的是出口 因为中国2009年 就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大生产国 汽车 可是现在是在拼出口 你知道很难想象中国 是汽车出口国 那日本今年前五个月是127万辆 已经追进了 对 本来落差很远 那今年前五个月就127比108 我觉得它走的模式 跟韩国现代非常像 就是我们就说比较中低端的车 它全部都是第一名 那还有另外一个产业是半导体 半导体现在大概7nm以上的 中国就是世界第一 我觉得有点类似 这个韩国市场也是这样慢慢追上 知道所有的企业 如果你的科技起点比人家晚 都是如此 比如说华为是怎么起来的 华为一开始也是做非洲市场开始的 做中国类部市场 白牌手机 然后后来逐渐的就扩大 对 它是从比较落后的国家 然后慢慢进入欧洲市场 它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像日本 还有德国他们都是过来人 对 他就会开始担心这种事 对 比如说他一定会越来越出现一些高阶车 我讲的是传统汽车 那日本跟德国就会感受到压力 是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它这个出口 还后世可期的 因为其实这场俄乌战争之后 很多俄罗斯都说 接下来要买中国大陆的车了 因为其他国家也抵制 不卖给它 所以代表说还有俄罗斯的市场 在等着中国大陆 我们来问一下院老师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大陆的电动车之成功 我有实地观察的经验 因为在大陆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滴滴打车 我告诉你 在大城市里的打车 绝大多数都是电动车 我喜欢跟他们聊天 电动车里面的内部的装饰 非常豪华了 一个好大的荧幕 平常没事的话 等人可以看电视 有人的话可以看路况 都是非常好的 价钱极其便宜 价钱极其便宜 弄到好的话 十万出头就可以开始 所以他跟我讲说 因为成本很低 价钱便宜 所以在室内跑的话 滴滴打车的话 是二选都是选电动车 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话 电动车它有三项好处 第一个 因为它环保 所以政府补贴 对不对 习近平说过 金山银山不如金山绿水 就是这个环保 政府补贴 所以它价钱都便宜 第二个的话 它已经街头上 就是说它的充电的过程 放在家就充电了 而且它算过 那个也不贵 大陆的电本来就便宜 所以在一充电充满料 一天的话 就是百来块人民币 然后可以跑一天 那么可以跑400公里 你再怎么跑也是赚钱的 所以说这个的话 也鼓励社会就业了 然后第三个好处的话 就是说让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产品 要卖到外国出口 不容易 你说雨伞跟塑胶鞋的话 是可以换一换的 但是你汽车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你一定要取得 人家的信赖 同时你的价钱 比如说德国的车子 好又贵 日本的车子的话 好但是不怎么贵 韩国的车子的话 不贵 但是名声不如 德国日本的车子好 对不对 那你现在中国要怎么插进来 中国原来他的那个 吉利车子 那个老板李舒福 他就讲说 他把车子看得很简单 就是沙发上加了四个轮子 就是他看得很简单 会跑的沙发 你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你要有信赖感 那现在更不得了了 现在大陆电动车的话 因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是同步的 不要说是同步的 大陆的电池业是极其发达的 能够突破 目前为止 比亚迪的那个 最好的车子 能够跑上千公里 老车不得了 因为你一般来讲 加满了油的话 我们那一箱 也就是大概跑个 六七百公里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只要充满电以后 你所能够做的这种服务 这个产生的信赖感觉 那你要出口是值日可待 因为你便宜 对俄国来讲的话 要买便宜又好的东西 那不是很简单吗 我的车只能跑四五百公里 那你的手可能大一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德国豪室